港超新丁夢想FC開操了 新一季除了一口氣簽入五個西班牙外援 帶領了中年輕球員挑戰列強之外 今日還宣布得到一個重量級人馬加盟 不就是前香港代表隊隊長陳偉豪 其實豪哥早派已經跟隨球隊訓練粗fit狀態 隨著他今個禮拜同申請自降的南華達成共識 合約風波也都宣告告一段落 來季將會同老友黃耀夫拍照 以隊長身份帶動隊中的年輕人成長 做球員當然想取冠軍 可能球迷聽到是天方夜譚 但我覺得在香港聯賽 你說一支新球隊是否不可能取冠軍 我覺得不是 正正就想證明這件事 當然你說加盟一支熱烈天球員為骨幹的球隊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有活力 可能我自己本身年輕 還是很年輕 我自己本身出道的時候也是踢這些球 反而我覺得這些球員 每個人都很有團火 以我的年紀還去珍標球會 我相信是對我有些難度 但如果你說做一個角色 是可以輔助到一班球員去進步 去成長的 我相信現在正正是一個時候 這個時候是最好的 講到新血肯定是包括門將謝嘉榮在內 上季季中由英甲佩利回流之後 踢了半季李文流浪 今季目標正正和對名一樣 夢想兩隻字 希望憑著表現坐穩正選 期望都是一樣 都是自己有機會 爭取機會正選出場 因為現在自己還年輕 十七八歲 最重要都是機會 大港腳是香港最最頂級的一隊 自己的目標都是想入大港腳 但是時間又沒有定應了多久 自己都不可以急 首先在球會踢好一點 如果你有表現給到 可能是Kim Sir 看得到 他自然都會選你 我相信 除了由標準號天引入 韓直中場尹東軒 五個新外援柏寶路、嘉倫、拿祖、祖亞坤 和雷斯 全部都來自西班牙 主教練梁志榮就說 會以聯賽四至五位為目標 上年在負力做領隊兼助教 那個角色又轉換了 做了另一件事 今年回來 做主教練 其實是還了自己的心願 分別上 我想是年輕球員比較聽話 沒有那麼成熟 但如果你教一些有些名氣 即是對球是強隊 可能是困難一點 球隊頒費大概700至800萬左右 將會出任球隊CEO的梁志駒說 要兼顧文書和行政等工作 和以前踢球、教球都很不同 以前我做足球員覺得很簡單 帶隊伍來練球 有很多地方要去做 例如場地、裝備、球衣、設施 都要身手精力去做 因為我做過球員 我想知道球員有些什麼 我會盡量給他們 去做想做的事情 夢想FC8月中會去到泰國集訓6日 期間會在當地踢6、7場的熱身賽 樂視體育 姚俊彥報導 好 好 感谢观看